那么这其中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特斯拉又出事了 3月23号 一名中国台湾的特斯拉Model 3车主 在当地试用自动驾驶功能时发生事故 车辆在闯过红灯后 撞上多台横向行驶的摩托车 并最终翻车 三台机车跌在地上 然后这边就是一辆轿车 是立起来的 然后另外旁边有机车倒 无独有偶 就在此前一周内 另一辆特斯拉Model 3 在美国密歇根州 撞上了一辆静止的警车 引来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调查 3月18号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正式宣布 该机构已针对27起 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事故进行调查 其中至少有三起 是最近数周内发生的